朝中社官网截图海外网12月16日电,澳大利亚防长近期以加强对违反射朝制裁行为的监视为由,决定再次派海上巡逻机,驶向朝鲜半岛周边。 对此朝中社15日发表评论,批评澳方盲从美国,并警告澳大利亚当局,切勿忘记上世纪50年代,在朝鲜保长对美驱从的苦味历史教训,澳大利亚计划派遣的P-8A型反潜巡逻机,韩联社据朝中社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生成此次措施的目的在于,切断朝鲜及其相关组织回避制裁,非法交易。 澳大利亚将维持对朝打压,直到朝鲜采取彻底的可验证了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措施为止。 朝中社指出,此番言论与朝鲜半岛和平分为背道而驰,十分可恶,不得不对之于以关切。 朝中社说,得益于朝鲜今年采取主动措施,朝鲜半岛形成了符合人类叛望和平与稳定志向及愿望的良好气氛。 目前,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对来之不易的局势缺换朝流表示积极欢迎,而且期盼它持久稳固。 在日前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传出要求缓解,并解除对朝制裁的呼声,也是要使形势发展朝流畅通的积极性表现的一部分。 除外奥军P-8A巡逻机是射导弹的场景,韩梅Harold Cobb网站朝中社批评道,澳大利亚为国际社会的努力开刀车给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气氛泼冷水。 报道盘点说,早在4月和9月,澳大利亚以监控朝鲜船只的海上贸易为由,把一艘P-8A型反潜巡逻机和两艘AP-3C巡逻机派往日本。 10月,澳方又叫嚣,打压朝鲜的经济外交,派巴德莱德极致导弹巡洋舰HMAS墨尔本号,驶入朝鲜半岛周边等,积极带头从事对朝敌对行为。 朝中社指出,若想再对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地区,拿侵犯主权国家主权的行为,得到美国对其地位的承认,结果只会是自食起国。 澳大利亚与其成为盲目追随美国的现代版唐吉可德,不如去进行理性思考。